在刚刚结束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中,锦之规苦战五局战胜西里奇晋级南丹半决赛,他的对手将是德约科维奇,而锦之规在美网的最好战绩是亚军,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。 描述日本的另一位选手,大阪之美击败特苏伦科,晋级女丹的半决赛,这样20岁的大阪之美就成为2010年,德沃兹后打进美网女丹四强最年轻的球员,19、96年温网的伊达公子后,第一位打进大满贯女丹四强的日本人,公开年代第一位杀入美网女丹四强的日本人,公开年代第三位打进大满贯女丹四强的日本人泽松和子, 和伊达公子锦之规则打进男丹四强,这是公开年代第一次大满贯男丹和女丹四强都有日本人身影,网球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而这也创造了亚洲网球的历史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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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